购买私人飞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是一件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然而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 私人飞机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天价 据有关数据显示 我国有能力购买私人飞机的潜在客户 超过了30万元 目前我国的轻型飞机中 性价比最高最大众的是蜜蜂系列 价格在15至32万元之间 加满油能够北京上海飞一个来回 以蜜蜂3C机型为例 它最远能够从乌鲁木齐 飞到哈尔滨 全程约4500公里 另外还有北京和厦盟飞机有限公司 生产的AD200和AD100飞机 价格都在20万元左右 当然也有贵价的私人飞机 像石家庄飞机制造厂生产的 小英500轻型飞机 价格是199万元 不过与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相比 这些飞机的价格都是小屋见大屋了 比尔盖茨曾斥资1.6亿美元 购买了一架空客A380 没错就是我们乘坐的世界上迄今为止 最贵最大的民航客机 而除了这架空中巨无霸外 比尔盖茨还拥有一架波音757 一架环球快车和一架挑战者604 光是这架环球快车的价格就高达4500万美元 听起来是不是很豪气呢 不过先别急着羡慕 买了飞机不算什么 后续一系列的费用才让人头大 首先你买了飞机得飞上天吗 这就涉及到了航线费用的问题 航线费用包括了起降费 机场工作管理费 空中交通管理费 空域使用费 导航设施使用费 以及通信设施使用费等等一系列费用 而且这些航线的收费标准还不一样 跟飞机型号班次和成本等有关 除此之外 飞机还需要后续的燃油及维护成本 具象的跟大家算一笔账吧 以王健林和马云等人的私人飞机型号 湾流G550的价格为例 它的购机费用为3亿3000万人民币 然后是每年200万的托管费用 这其中包含机物航线检修 航线申请等 飞的越多花的就越多 接着是飞行费用 大概一年500万左右 然后还有每年3000万元的保养费用 这里包含了定检 航财 改装和清洁费等 最后还有一碗1到2万元的停机费用 每人每天2万元的机组费用 以及一年100万的保险费用 看完之后瞬间觉得 没事堵堵车也挺好 最后来感受一下我国知名人士们的私人飞机 著名演员赵本山在2010年斥资2亿人民币 购买了一架有着空中办公室支撑的私人飞机 国际巨星成龙 在2012年2月3日落地巴西 以2亿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一架定制商务机 机尾映制着醒目的龙字